美国圣诞节当日发生的一起爆炸案 让民众的假日过得惊心动魄 正在警方对此案进行调查时 美国其他地方也接二连三收到了爆炸预警 25日圣诞节清晨60左右 一辆停靠在美国田纳西州首府 纳什维尔市第二大道的白色房车传出预警 称本车将在15分钟内自行引爆 并不断进行倒计时播报 最终在警方对民众进行紧急疏散时 房车发生爆炸 市中心火光冲天 导致至少三人受伤 据美媒27日报道 警方初步判定这是一起自杀式袭击事件 并确认现年63岁的嫌疑人安东尼·奎因·华纳 已经在爆炸现场身亡 检测结果显示 爆炸现场发现的人体组织DNA 与华纳的DNA相符 但是作案动机尚无法判断 据纳什维尔地方媒体透露 华纳性格孤僻偏执 深信美国人被5G技术监控 就在警方对这起爆炸事件 进行更深入调查时 美国多地警方也受到了爆炸威胁 田纳西州另一地 卢瑟福县警长办公室称 警方叫赌员在27日上午受到报警 称一辆大约在上午10点30分 停在沃尔特山十字路口的白色卡车 正在播放 类似纳什维尔市爆炸前听到的声音 随后 执法部门在231号高速公路南部的 维尔逊县境内 拦下可疑车辆并封锁了交通 疏散了附近地区的居民 美国联邦调查局 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 卢瑟福县消防局 特种作战响应小组 紧急医疗服务部门 以及威尔逊县代表赶到现场 据田纳西州公路巡逻队称 特种作战部队使用机器人 对卡车进行了检查 但是没有检测到任何爆炸装置 据当地媒体最新报道 卡车已经被脱离现场 司机被拘留 车内还发现一名未成年人 231号高速公路的南部被断载关闭 此事件正在调查中 当地居民称 所在地区发生这种事情 正是害人听闻 毕竟圣诞节当日发生的情况太可怕了 与此同时 纽约警方也透露 他们在27日上午11点多 收到炸弹威胁 称纽约市的帝国大厦将在中午发生爆炸 纽约市警方紧急派遣防爆小组到达现场 但目前没有发现任何可行威胁 警察局发言人称 中午并没有发生爆炸 从目前来看 帝国大厦是安全的 炸弹威胁没有根据 虽然 卢瑟福县和纽约帝国大厦收到的爆炸威胁 从目前来看都是虚惊一场 但是 这个圣诞假日接二连三的事件 让美国人心惶惶 有民众担心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自杀式袭击事件 会成为一些极端人士模仿的对象 因为 目前的美国对立情绪严重 各种社会矛盾 也在大选和反对种族主义歧视的抗议中被进一步计划 不得不说 近段时间以来 美国国内内乱不断 火灾 枪击爆炸事件频频发生 安全形势不断恶化 这也说明了 美国社会的撕裂程度日益加深 社会稳定 面临严峻考验